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在大热天中午拍照本来就是一种折磨 对天生怕热的郭子贤更是辛苦 赢了金钟奖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奖的郭子贤 在第二天的庆功宴上 他喝酒喝到清晨六点 虽然还有着前夜宿醉的疲惫 但面对拍照的摄影机 他那骨子里藏有的表演欲 又跑了出来 短短20分钟可以换上30种表情 拍着拍着 眼睁睁地看着一粒粒的汗珠 从正在摆pose的郭子贤额头上流了下来 但郭子贤脸上 依旧挂着大家熟悉的笑容 一边拍照 一边说着得奖的心得 嘿嘿 一得奖就有人问我 怕不怕有金钟魔咒 我哪有什么金钟魔咒 一人只怕没有通告上了紧箍咒 这时的郭子贤 脸上的笑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这样掺杂着酸甜苦辣 苦中回甘的人生 也只有郭子贤自己清楚 眼前的郭子贤 说几话来 还是喜欢匕首划脚 不时地还会激扬起来 魔方几招 一直到和他聊到 这15年来的起起伏伏 他再正经了起来 要我不演戏 几乎是不可能的 捉起他爱不释手的戏剧工作 看来随和的郭子贤 透露出谁也不可改变的坚持 从中国海砖毕业的他 自踏进演艺圈15年以来 从未离开过 像是十多年的老友 九孔这么说 那位郭哥哥今天可以成功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太爱演戏了 或许就是因为 有着爱到无法割舍的热情 才能让郭子贤 可以熬过15年来的歌舞人生 让他即使是曾经挫折 也真的能做到心甘情愿 你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最好立刻消失在地球表面上 没有接到道具的郭子贤 站在一旁 让当之红极一时的连环炮制作人 王伟忠骂得狗血淋头 不过 无论王伟忠怎么骂 郭子贤就是不回嘴 到头来 还让王伟忠很无奈地说 你好歹也回个话 让我可以骂下去啊 郭子贤坐在咖啡厅里 一边模仿当年王伟忠 气急败坏的样子 一边很得意地说 嘿嘿 我当然不会离开 因为被他骂不是我的目的 只要能演戏 我是什么都愿意的 至今 郭子贤回忆起 在连环炮工作的日子 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没有苦味 而有着笑看人生的释然 对于我来说 人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演戏 能演日子就能过下去 虽然 郭子贤说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好像说笑般的自然 但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 那样的经验 都是被刻在心上的 其中的苦 则是因为对兴趣的坚持 而没放在心上 九孔回忆和郭子贤 一起奋斗时的日子 很感慨地说 老哥哥就是那种 不会把挫折当作是苦 而到处向人倾诉的人 九孔说起两三年前 郭子贤参加少年兵团 录像时的情形 你想想 一个快四十岁的人 要他和小伙子一起 玩丢水球 打水仗 还要被丢蛋糕 哎 这情何以堪 但郭子贤 却被对周遭朋友埋怨半句 反而把他当作一个 正式的表演经验 而甘之如頤 每个人都有人生低潮的时候 但郭子贤因为对演戏工作的热情和执着 把人生的苦 如同咖啡加糖般 稀释过后吞了下去 现在 还可以回味那苦中带干的滋味 从连环泡做道具开始 郭子贤很清楚 自己一定要走表演的路 曾经走红的他却曾沉寂了四五年之久 每个月只靠着领二三万元的通告费过日子 如今拿到了金钟奖 郭子贤算是排上了工作生涯的顶端 2100全名乱奖制作人 沉寂中是郭子贤的老友 也是工作伙伴 他很感慨地说 小郭算是替我们当初 被当作短剧二线演员出了一口气吧 虽然 郭子贤在连环泡曾经红过 但由于当时的电视 不重视短剧演员 即使是已经小有名气 但郭子贤依旧没能有一个自己的舞台 然而 郭子贤的毅力 就是展现在这里 既是被当作二线演员配角的位置 他依旧是满心欢喜地扮演好他的角色 即使别人认为 不入流或是难登大雅之堂 我都不会理会 因为我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虽然有人认为长期模仿的郭子贤 没有自己的声音 但真的是这样吗 郭子贤不以为意 他反而认为 之所以他可以做好模仿的表演 就是因为他有自信 只要我想模仿的人 我就有把握可以做到至少八十分 这时的郭子贤又模仿起陈定南 苏贞昌等许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像苏贞昌 就要抓住他有些呆呆 但是还算是诚恳的眼神 陈定南说话 有些像东厂太监 郭子贤把每个政治人物的特质 描述的入目三分 他很得意地说 现在不是我像不像苏贞昌 而是苏贞昌要担心自己像郭子贤 所以说 当苏贞昌知道郭子贤几乎 可以把他的家人记得一清二楚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不禁向同人说 没想到艺人工作是这么认真 而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表演这么有信心 郭子贤很干脆地透露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因为我可以随时让自己归零 就让自己在模仿角色之前 回到郭子贤本身 然后百分之百地火力全开 全心全力地扮演好模仿角色 面对工作 郭子贤可以归零 在真实的人生中 郭子贤也是如此 其实有许多难熬的时刻 他都可以在度过之后 很快让人生重新来过 工作如此 婚姻也是这样 大概也是爱到了不爱我的人吧 郭子贤谈到第一段失败的婚姻 显得无奈 原本谈起话来 活灵活现的他 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 不过 谈到四年前 下定重大决心 才开始的第二段婚姻 郭子贤又活过来了 任何不顺随的事 看在郭子贤眼里 就如同路口红绿灯般 一定会有通行无阻的时候 郭子贤面对他人生中的许多发生 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父亲是校长 母亲是老师 个个是台积电 信息建构处的副处长 生长在一个极传统的家庭 郭子贤依旧走出自己的路 问他会不会因此 我在被比较的阴影中 他很坦然 有一点了 不过 有这么优秀的哥哥 很好 我喜欢 郭子贤忍不住用模仿起那个 被观众遗忘了许久的角色 苦没关系 我心甘情愿 郭子贤一直认为 当初在连环炮做道具时 月领一万七千元的日子 都可以过了 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 熬了十五年 经历了事业 婚姻的变动之后 镇上金钟奖的领奖台上 郭子贤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有什么计划 还是继续模仿 但在演艺圈啊 没办法 我就是喜欢 或许经历过十年磨练的郭子贤 他苦中回甘的人生才正开始 从当年全民乱讲的郭涛 到现在成为所有总统候选人的 喜剧模仿专家 郭子贤的秘诀很简单 重点在于发现 日常生活的发现 就是喜剧创作的题材 我的模仿也是 我是发现某些人的特色 然后把它夸张地演出来 让大家一目了然 比如郭台铭 他的模仿重点就是 君灵天下 目中无人 与弊 他又立刻压低嗓音 苏贞昌上身 你要知道 选书也反而做大官 我选输29万多票 结果还当上行政院长 我并没有损人 这是事实哦 但讲出来 大家就会觉得很荒谬 因为他的确输了啊 把现实状况 加上我的模仿表现出来 就变成我自成一格的喜剧方式 但表演者的用心 观众不一定能发现 经常最怕被误解 是在做闹剧 只为了制作效果而已 在舞台上 你要做到两件事 你要比观众傻 观众就会笑 觉得这个人好笨哦 但是你又要做到 比观众聪明 观众才会为你鼓掌 因为他们做不到 其实做喜剧啊 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的后果会怎样 但就当下来讲 我们是很开心地去完成它 所以喜剧有一个 很重要的态度 就是诚恳 我们并不是很浮夸地 逗人家笑 而是真心觉得 每件事都是有趣的 因此郭子前形容自己是做功德的人 只要可以逗人家笑 就是功德一件 最高端的喜剧 就是消遣自己 因为消遣自己 不会伤到别人 而且把自己 最大的痛苦拿出来讲 观众可能会大笑 笑完之后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把自己的事情 想得如此的不堪 这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永远不会得罪对方 因为事情永远发生在我身上 虽然我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逗大家笑 但我的内心还是很快乐的 很多知名喜剧演员 在荧幕前带给别人欢笑 幕后却深受心理疾病所苦 像是金凯瑞 罗宾威廉斯 郭子前两首一摊笑说 自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他举例前阵子去演讲 有个年轻人很严肃地发问 请问你的进程目标 中程目标远程目标是什么 我说因为我是个飞弹 我不晓得怎么是进程目标 中程目标和远程目标 我的人生是过一天算一天 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长官说的一句话 随时行李在旁边 人家叫我们离开 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找工作 演艺圈就是永远在失业与就业中间平衡自己 所以我的人生目标是 只要活着就好 只要明天的我 没有比今天差就可以了 他提到当年 妈妈看到他上电视 虽然很开心 但语众心长地说 你这个长相能够红多久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连自己的妈妈都看不起我很难过 但我却觉得太好了 刚好可以给我出去闯荡个 十年十五年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我才二十岁 就觉得三十五岁闯不出名堂再说吧 而且如果真的没有混出什么名堂 正好应验妈妈说的 你真的没有红多久 正好符合他的期待 我也不会掉一块肉啊 入行之初 他更早有体认 我们这种人只能当绿叶 那我就当绿叶就好 演员圈是要走得久 而不是比走得快 郭妈妈可以放心了 郭子前不但红到现在 而且深受观众喜爱 他对表演的热情 更至今不便 我的表演启蒙 来自于李国修老师 他曾经说过 你一招踏上舞台 并会终身喜爱他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所以我的这一生 只要可以把喜剧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又是自己的热爱 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带给人家欢乐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了 只要有一个人 因为他的表演笑出来 他就会一直站在舞台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访问